打开一本书 打扮Monday Blues 欢迎收听阅读夏拉拉 欢迎收听阅读夏拉拉 我是夏雨彤 我是陈夏明 我们有IG粉专跟YouTube频道 记得搜寻阅读夏拉拉 追踪订阅设定抢先看 本集内容 白天上班 晚上卖春 在家养鳄鱼 不行吗 夏拉拉夏拉拉夏拉拉 Oh Reading Ready Go 夏拉拉夏拉拉夏拉拉 Reading Reading 夏拉拉夏拉拉夏拉拉 夏拉拉夏拉拉夏拉拉 Oh Reading Oh 阅读夏拉拉 不行吗 这反差真的很大 怎样 不行吗 不行吗 所以啊 就是反差很大 那我们大家可以来讨论来想想 觉得人会有几种面向 然后我们真的是认识彼此的吗 认识对方 是真的完全可以认识对方吗 像认识邻居啊 或是你每天 就可能你住在这六年 然后你也认识这管理员也六年的时间 可是你觉得你对他够了解吗 我觉得很难耶 就是我每次看到电视新闻 然后就是有假设有人犯罪 然后那爸爸妈妈就是说 不是他是很乖的孩子 一定是别人带坏他的 然后我心里想 不会吧 你其实 你真的不知道 你不知道你的孩子发生了什么事 就是我们认识他 都是跟他相处的那个当下 可是我觉得每一个人 跟不同的人相处的时候 都是不同的样子 我觉得人的面向本来就会一直变 就像我们前阵子不是在做 这个所谓的16型人格吗 对不对 MBTI嘛 那你知道MBTI 其实你每三个月做一次 就会不一样 你知道我之前是ISTJ 然后我现在变成INFJ 就不一样 对就是其实你的性格 你的状态感受 他会根据你 比如说你有钱 或是你最阵子突然可能中乐透 所以你就可以比较随心所欲 然后你可能有些事情 你不用再这么计划型 因为你可能不用计算这么多 怕操支或怕什么 因为你没有那个压力 又或者是你最近有一个 什么很大的转变 例如你可能搬家 或是你因为什么原因搬家 所以某一些的选择跟感受会不同 那你就会改变 所以 我就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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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 所以我只是想要说简单来讲 人就是 人就是时时刻刻 他就是一直在变的 我想到一个最完美的例子了 嗯 就是蠟筆小欣裡面妮妮的媽媽 對 你看我舉例喔 而且很有畫面耶 你剛才講那個我想要插嘴就是 就是你知道 你剛才不是講了很多的時候嗎 我在想說或是蠟筆小欣到你家的時候 就是抓狂 然後就是 表面都是好好的媽媽 然後小欣只要一離開 或者他一找到房間立刻臉變下來 然後那個兔子抓出來開始毆打他 你知道 對真的 所以的確因為你看我們在各個不同的 就是譬如說工作環境啊 或是你跟朋友聚會 朋友還有分很多種的朋友 也是同學時期一體長大的朋友 還是你工作時認識的朋友 你那麼會呈現出來的面向就真的很不同 像我跟我高中同學在一塊 我就會特別的白目 我就會特別的賴皮 我就會特別喜歡講幹話 你沒有跟那 你跟我也是一直在講幹話 就是因為 因為我是你 就是我們是彼此的0.7收妹啊 所以沒有辦法 就是越是close 就是你越是要講幹話 這是我的人生準則 我完全理解 所以老王也是常常也要 老王也是會在我們的群組 常常看到我在講一些幹話 也是一樣的 對他應該也是很苦惱 真的 對啊 所以我覺得你很難 就是說當然我覺得基本的原則 做人的道德底線跟原則 你當然還是要有啦 但我覺得你說 就是平常的生活 我覺得面向肯定是要多 尤其是會常常接觸人的工作 而且我覺得 另一個角度來看喔 就是 在這個大城市 因為我們現在 其實台灣算是 都是度繪畫嘛 我們都是坐在城市裡面 有時候我在想啊 一個人走進一個空間 就我一個人回到他家 他門關起來 誰知道那個房間裡發生了什麼事情 對啊 阿哉 然後 這種東西它有時候是很有趣的 有時候是很可怕的 但今天我們要討論的這個漫畫 非常的厲害 鋼琪金子 它就用漫畫的角度來討論 我們剛才討論的人的多重面性 如果有一天地球冰河期 請不要害怕 書會救你 書會在火焰中溫暖你 這本PINK呢 真的是一個很 我不知道該怎麼來形容 這一本漫畫 可是我要說 這漫畫的主人翁 這個主角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有魅力的角色 超新的 就是 對 很有魅力 那會叫PINK就是 因為這個主角 OL 他就油美 然後呢 他就喜歡粉紅色 對 然後我覺得我某個程度 我覺得我有一點 看到自己耶 我覺得這是最可怕 不是晚上變應召女郎的部分喔 楊二宇的部分 我是要說 對 不是 是那個 他喜歡粉紅色這件事 對 跟有時候想要一個東西 然後會迫切的渴望 可是我後來覺得 就是從透過看這個漫畫 我覺得可以理解 突然明白說 為什麼那個渴望的那個 一定要立刻想要買 就是想要開蕊 然後想要拿到的那個感受 我覺得有時候他會跟你的壓力 或是你身處的 就是你現在處在什麼樣狀態 會有關係 對 就是你如果很穩定的時候 其實你不會 其實像我就覺得啊 如果我很穩定 就是心情就是這樣 如果都很OK 其實好像就不會有什麼 特別想要的東西 真的 你說中了 對 你就是會這樣 可是當你對自己特別沒有自信的時候 你就會特別想要去弄指甲啊 弄下頭髮啊 然後就覺得我是要買個新的彩妝 喔這臉這樣 我是要怎麼樣可以讓自己 就是再好一點 再怎麼樣一點 然後或者是讓自己更開心 我有了這個東西 我就會變得不一樣 其實尋求追求的是 渴望自己不同 你講到重點 我最近 真的就是這樣 你最近也是這樣嗎 我不是 所以你最近就很認真去那個 你說健身 做指甲是不是沒有 哈哈哈哈 什麼 我要看 如果你做指甲了 我要看 我要去 我要去現場幫你拍攝紀錄 我要拍Tarels 就是 你剛才講到重點了 因為 假設我們的精神狀況 是比較穩定的時候 其實我根本就不需要去買東西 然後我前陣子 我就是得到這個領悟 因為我就很不安 我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 你知道就是 會一直想要亂買東西耶 嗯 然後反而 反而是說 壓力越大 越是想要買 越想買 對 然後 你剛才這樣聊 我就在想 的確我可能是 透過買東西這件事情 把它當作是一種 採取行動 嗯 嗯 就是我好像是有在選擇的 我好像有在做事情的 我不是 嗯 那個很廢的狀態 但實際上我只是逃避而已 嗯 但是 我們今天要聊的這個漫畫 它又有點不太像 這個狀態 但是我覺得它 它很迷人啦 就是 對 我們的標題不是 白天上班 晚上麥春 再加養鱷魚 不行嗎 就是這個女主角啊 他叫尤美 然後他真的是白天 他就是會計 他就是公司的會計 他晚上就是應召女郎 然後 他的爸爸很有錢 所以他小時候 他就要他爸爸說 爸你買一隻鱷魚給我 他爸真的就買一隻鱷魚給他 所以他就在一個公寓裡面 就養了鱷魚 那有錢的人為什麼要住在公寓 因為 他的爸爸跟他的後母在一起 然後他的媽媽就自殺了嘛 然後就是 就是 反正他爸爸就跟後母在一起 然後他們又生了一個孩子 叫做惠子 他就有一個妹妹 然後反正呢就是 尤美他就是 不知不覺就發現到說 欸 我的後母有一個小三 欸這個叫小三嗎 小王 小王 然後就叫有一個小王 而且是他妹妹告訴他說 欸你知道我媽有小王嗎 這樣子 然後他妹妹是很 也是很奇妙的角色 我也很喜歡 總之呢 他有一天就不小心跟蹤到 然後就發現到 欸這個小王 喔 原來是你喔 然後他就跟他認識 然後再來就是他跟小王 以及他的妹妹 以及他的後母 之間在產生了 一大堆的連環在一起的關係 就很複雜 然後 嗯 基本上就是很瘋狂的一個 一集結束的漫畫 對 很瘋狂 然後 反正呢 我還是要講 就是這個尤美呢 就很美 我覺得他的美 真的 是因為他有對這個世界的疏離感 嗯 你又會覺得他很可愛 對 就是 真的有時候你會覺得很可怕 而且我覺得他的那個妹妹很好笑 他就來他姐姐家 因為他 他的這個同婦異母的妹妹其實跟女主角有美感情很好 然後他就來他家 然後他就拿了一個袋子 他就說來 這是剛剛怎麼家裡附近一直很愛廢我的紅貴賓 然後他就把他拿來餵鱷魚 哈哈哈哈哈哈 我看到的時候 然後我想說 哇這妹妹是狠角色 可是我又覺得 就 蠻蠻有趣的 然後 你要想要就是這個鱷魚是 父親送給他 然後 這個鱷魚又會去吃掉 有時候可能 這個會 廢他的 或是他有時候會說 好想要把 什麼人拿給鱷魚吃 所以我覺得這個鱷魚他有一種 就像是 就是要吞噬某一種 可能他不喜歡的 然後 可能很焦慮的 對 就是會讓人感覺不舒服的 他想要丟給這個鱷魚 對 就有一點這種 有一點這種感覺 對對對對對 然後你看 然後他這個鱷魚 他是有一點危險的存在 但這個鱷魚又跟他 共處在這個公寓當中 這是一種 你會覺得這個女生有一點危險 這個女主角他有魅力的地方 就是你覺得他瘋瘋的 因為他有一點疏離感 又養了一隻鱷魚 你會覺得這個女生 就帶了一個迷樣的感覺 但是又很危險 秀出那種危險氣息 然後但重點是他在 他的那個內心的渴望 或者是他其實最想要的東西 你會發現 這樣子的人 但他卻有一個非常單純的心 或是一個什麼樣很單純簡單的夢想 其實他只是想要什麼什麼而已 而且那個東西可能只是很踏實 很簡單的東西 可是我覺得這個漫畫他又很殘酷 因為我覺得他真的 其實應該來講很真實啊 就是他到最後會讓你覺得說 就是你以為這個悲劇就過了 但沒有還有下一個悲劇 我真的覺得這一本書應該要停留在 他有20話 我真的覺得這一本書應該停在第19話 結束就沒事了你知道嗎 我覺得我可以更前面 大概16世紀就已經停了 我到後面我整個就覺得天哪 那個 可是我覺得這也是他 漫畫家他很厲害的地方 就是那種 現實的殘酷 只是我覺得有時候現實的殘酷 跟現實的壓力 那女生他在面對這個壓力的時候 他可能需要錢的時候 他去當映招女郎 可是我覺得他算是很直求 面對這件事喔 就是他的說法就會是與其找一個人來 你說找一個男人包養我還是什麼 幹嘛不用自己的身體去賺錢啊 對沒錯 其實他還蠻腳踏實地的在認真賺錢喔 他是有自己的原則喔 他不是沒有喔 所以 而且他很敬業 對他很敬業 對 所以他真的很敬業 因為在漫畫裡面有很多一些 他這個需要招待的客人 然後各種奇怪的都有 對 然後有時候還會在電視新聞上 突然看到 欸那不是剛剛就是 剛剛來買單的這個客人嗎 那不是剛剛把我綁起來的客人嗎 對對對 那欸怎麼突然就出現在電視上面這樣 然後 就會覺得說 可是他的那個泰然 就即便 大家對於像他的應招女郎工作 大家會覺得很不解 對 就是 可是他的心態跟談吐跟講出來的東西 你又會覺得說他比任何的那些人來講 他更真誠 而且有一種乾淨 對不對 對 我覺得很厲害 就是我剛才講他感覺他的工作 大家會說他是不解的 可是你卻又有一種出於你而不然的感覺 只是對於這個漫畫角色 他的塑造 我覺得這漫畫家真的是非常的厲害 太強了 這個漫畫家真的是超級厲害 然後他之前有很多經典的作品嘛 例如說惡女羅曼史啊 或是我很好 這個漫畫都是很經典的 然後我在看這個書的時候 你知道我們有時候很難真的這樣去介紹這個漫畫 因為他帶給你的感受真的很不一樣 像我在看這個漫畫 我最喜歡的部分 反而是那個尤美啊 他麥春結束了 就是客人跟他結束了之後 然後他回家 然後他就要跟那個妓院的那個經理打電話跟他說 欸我們結束了我要回家囉 這樣子 然後他說太好了 這時間還可以搭電車回去 然後他那邊就說 這樣搭著電車沒有任何人會想到我是個賣逼的 就是我是個賣村的女人 好怪喔 然後他就開始去看這些車子上面的人 然後因為他剛才結束的那個客人啊 就是會一直跟他說 一直對他說教 然後說 你幾歲啊 22歲啊 你打算做這種工作做到什麼時候 你有自己的人生規劃嗎 啊你這樣下去不行 你要振作啦 啊你有想要結婚嗎 啊你現在年輕人都只想到花錢 啊真的 好討厭喔 煩死了 然後他就帶著這種心情 然後就是去搭電車 然後就開始看到路邊的人 就是乘客 他就說 醜八怪 然後你的話就是啊 他就開始去揣測他們的心聲 然後他就說 不行不行 我的心都亂了 對世人口出惡言 有害精神衛生 大家對不起 然後他就說 都是那個白痴大叔害的啦 自己心胸狹窄還把人家拖下水 這種人真該槍斃啦 丟去餵我的鱷魚 把你做成絞肉 然後等等等 然後你知道 講完這個話喔 他就是把那個惡意 丟給鱷魚之後 他忽然間就轉念就說 嗯 他就說 哎呦算了啦 早上那間花店的大哥人很好啊 而且 今天從公司回家的時候 我看到 有一個很像大學生的男生 在偷東西 看到有人做這種事 我會很興奮 雖然袖手旁觀 但讓我心跳不已 你知道 我讀到 你知道真的 我剛才聊的這個東西 只有幾面的漫畫而已 可是我 我覺得我看了大概五千字的小說 的那種心理轉折 好真實喔 很厲害啊 真的很強耶 我說不上來 就是我看的這個漫畫 我真的是起雞皮疙瘩在看的 但是我不得不說 我真的覺得那個結局讓我非常的不舒服 哈哈哈哈哈哈 但是我還是很想要推薦大家就是可以買 雖然現在還可以電子閱讀嘛 但我還是覺得 就是可以買 就是實體的回家 因為他裡頭很可愛 有一張那個pink的書籤 然後上面有畫鱷魚 對 我很喜歡 他的鱷魚真的很可愛 對 鱷魚很可愛 我都想養了 至少鱷魚這麼可愛 我的天啊 而且你知道他 我第一次如此的喜歡鱷魚耶 他的紙本書值得推薦 有另一個原因 就是他的粉紅色印的真的非常飽滿 嗯 他的色很漂亮 對這件事就印刷來說 其實有一點點困難 因為我今天才去印刷廠回來 我去印那個朱家安的那個電玩哲學 我們為了那個橘色 就是要調到也是滿版的橘 就是有點辛苦 所以我後來回來看到他的這個 書裡面的粉紅色的部分 我就覺得哇 真的很精緻 所以很值得收紙本書 對哦 總之推薦給大家 我覺得 就是也是讀的蠻 娛樂性真的是很有 但是我覺得他 整個劇情整個故事的內容 卻是會讓人會 要去琢磨很多 要去想很多東西 真的蠻好看的 如果你真的很期待 可以在一本漫畫裡面得到 絕對文學的感受 請絕對不要錯過PINK這一部漫畫 任何人都有份待人和善的心意 即使像我這樣性格很壞的女人 看到奧運入場 還是會非常感動 也愛著自己的女兒 雖然不愛丈夫 小時候我養的狗死掉 我也是有哭過 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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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鋼琪金子 PINK 臉譜出版 我也是有哭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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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收聽的 是閱讀夏拉拉 每週一早上八點定時更新 我們會陪你一起閱讀 打敗Monday Blues 大家最近有看一些什麼樣的漫畫 然後也讓你覺得 哇,就是超級好看 然後一定要推薦給大家的 歡迎大家可以到我們閱讀夏拉拉的 IG 還有粉專留言喔 對啊,聽完這一集 如果還有其他的建議 或者是你純粹想要跟我們說哈囉的話 一定要留言喔 好不好 我們非常期待跟你們互動 OK 是的 感謝大家收聽 閱讀夏拉拉 我們下週見囉 掰掰 掰掰 幫忙 你 揣手不止 沒有了中力 情緒 在你消失那天氣 一個人多相信有什麼好逃避 你要逃去哪裡 去哪裡 你要逃去哪裡 你 一个人的背影里 不在意你的外衣 都在与你 是为 你是为 能流过 泪的心 怪我的人来吧 不害怕 我没差 梦想飞走心悲伤 头又怎样 说拜拜 给一个微笑 我不会回头 难过 想太多 前流海里别着呼吸 飞到天上 再坠落个彻底 拥抱自己 再相信自己 暂停眼神 不论谁在哪里 再坠落个彻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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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坠落了 再坠落个彻底 有什麼好逃避 你要逃去哪裡 去哪裡 你要逃去哪裡 一個人的魅力 不在你的外衣 都在與你身為 你身為能流過淚的心 你要逃去哪裡 你要逃去哪裡